為了製作假面騎士50週年經驗電影 東映套出高於平常數倍的預算 不只找來安野秀明 宣傳上更是打出了回歸原點的口號 不 是人魔那樣的回歸原點 不 是下一個回歸原點 唉 是最新的回歸原點 啊 終於 東映的回歸原點口號真的太氾濫了 Yokaso 我是疲憊彩犬 雖然電影早該在假面騎士真正的第50週年 也就是2021年上映 但因為遇上疫情而導致製作時程延宕 最終晚了兩年在2023年3月中才在日本上映 不過這也不是第一次有騎士週年紀念電影延後上映 曾經為了紀念20週年而製作的電影《假面騎士ZO》 其命名由來更表明自己正是為了20週年而誕生 本該在1991年上映 但最後也延後兩年到了1993年才上映 有一說是為了避免跟《燥力霸王25週年》正面對決而延後 此說法當然沒有也不可能被東映證實 而且1991年《燥力霸王25週年》是完全沒有星座產出 謠言不公自破 ZO延期的真正原因直到現在都尚未公開 官方乾脆直接把1993年上映當很耿玩 《TQF93年》 《TQF93年》 《TQF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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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QF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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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已經知道劇情的老觀眾而言 一定不會覺得那麼新鮮 《新草力霸王》與《新假命騎士》 在同一部電影都存在複數敵人 我原本期待敵人間會有交集 結果《新草力霸王》裡的反派關聯性都不高 《草力霸王》打完一隻後就換下一隻 造成電影段落感強烈 很像是一口氣在戲院看完四集影集的感覺 而《新假命騎士》上映前曾發照了一張編號26的洋芋片卡 讓大家以為蜘蛛會跟蝙蝠一起共鬥假命騎士 結果看完電影後才發現沒有 這就只是官方宣傳圖而已 改造人基本上跟《新草力霸王》的敵人一樣沒有交集 大家能各打各的 修卡也太不團結了吧 大家好好一起合作圍毆本相猛 就不會被搞到全滅啊 好吧 但我沒說 雖然對於反派間沒有互動感到有點失望 但至少這次電影的段落感有產生出他的價值 安野明白但一部電影篇幅要描繪好所有正反派角色是不可能的 因此決定全力刻畫主角本相猛 他利用每一個出場時間不多的反派 讓不同強化人依序簡短闡述自己對幸福的看法 並與主角本相猛無私的幸福對比 《新假面騎士》是《假面騎士》本相猛的故事 其他角色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襯托或吉利本相 但電影劇情的資訊量仍然很大 要素過多 兩小時的片長太趕太匆忙 快速交代完這段的設定後 馬上接著下一段 許多情節與設定甚至被省略 最後只在洋芋片卡提及 例如KK強化人尊敬蜘蛛強化人的理由等等 所以觀眾如果要清楚了解《新假面騎士》的世界觀 除了看完電影之外 還得要去讀完不知道何時才會連載完的前段漫畫 《Shotcutside》 以及買爆洋芋片抽卡 難怪東映選擇讓安野不把劇情講清楚 這樣如果票房最後爆了 才可以從其他地方彌補票房虧損 而電影角色間的情感當然也沒有時間鋪陳 如果《新假面騎士》片長3小時 不只要增加到兩個半小時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就像是《福音戰士》新劇場版中 好好利用155分鐘講完主角珍視最後的心路歷程 當然東映不可能會讓安野剪出3小時的電影 就片長跟戲院的立場 片長越短 戲院一天可以放映的場次就更多 賺到的票房也就會越高 反之片長越長 戲院放映的場次就會減少 每天的收入就可能會降低 幸好本次參與演出的演員都是知名演技派 各種情感的演技上都有說服力 即使缺少情感鋪陳 也不至於會感到太突兀 整體劇情斗向與角色行動都符合現實常理 沒有像是《The First》版會讓人想一直吐槽 如果還沒看過我怎麼吐槽爆《The First》 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欄觀看 全片唯一讓我想吐槽的就只有KK強化人 明明就有人讓自己神出鬼沒的隱形斗篷 這麼OP的道具 結果戰鬥型就把他丟掉了 KK是人類螳螂變身龍的合成體 左手臂有斬鬥螳螂特色的鐮刀 但根本不堪一擊 直接被惡耗弄斷 那變身龍的功用呢 KK想隱身還得靠身外道具 你的死神部門是不是騙你兩種肉融進去 但實際上只給你螳螂 由於KK嘴上一直說自己超強 是第一例三種物種合成成功的強化人 但戰鬥中卻又力不從心 加上把隱形斗篷丟掉的神操作 讓KK反倒看起來像是修卡的失敗品 然而KK也同時演出了整部騙我最喜歡的小段 飾演的演員本鄉皂多顯示的很好 他一向很擅長演這種自視甚高的心理變態 雖然戲份不多 但我很喜歡他遭到二號擊敗前 跟蜘蛛前輩道歉的內聚態勢 發生內心的遺憾與先前的傲氣靈人產生反差 顯示KK是真心誠意的仰慕蜘蛛前輩 這增添了KK性格上的立體感 讓他不單只是一個讓二號帥一波的高傲小雜魚 我當時甚至對KK的弱敗感到些許難過 根據飾演KK的演員說明 KK服裝全身上下都配有各種刀具 並且為了讓T級更有殺傷力 左腳斜尖也特別設計增添金屬尖銳率 另外補充KK是新甲面騎士最後殺星的拍攝鏡頭 在2023年1月9日才拍攝完畢 因為只是補拍畫面 所以KK面造裡的不是演員本鄉 而是劇組工作人員 我現在才發現KK是片堂裡真正的本鄉耶 此時距離全國上映只剩兩個月 時間所剩無幾 負責監製的白昌批在2月10號還發文說 上映之前一定會完成 言下之意 3月17日就要上映的電影 直到上映前個月都還沒有後製完 新甲面騎士直到上映一週半前的3月7日才舉行第一次示意 白昌批當天還開心的發文說終於完成了 電影幾乎是極限壓線完成 白昌批的心臟也是夠大的 女主角琉璃子則是我最喜歡的性格改動 原作的琉璃子就只是挖屏 成天到處遇難被修卡綁下 是個需要被英雄拯救 無法獨立自主的角色 如果有在惡靈古堡被艾斯蒂屠儒過的觀眾 原作一天到晚被拐走的琉璃子 絕對會讓你焦鬱症發作 因此1971年的琉璃子對於劇情其實可有可無 缺乏存在的必要 所以當原作飾演本鄉的藤剛宏 在拍攝12、13集的期間 摔車受傷無法繼續演出 劇組乾脆直接讓琉璃子在第14話跟本鄉一同消失 只口頭交代兩人一起出國對抗修卡 即使後來本鄉回歸日本戰場 依然不見琉璃子動硬 可見他在原作的重要性極度低落 新甲面騎士的琉璃子個性大改 個性不苟言笑 但非常精明幹練 總是做好萬全準備 形象上跟本鄉是一起戰鬥的夥伴 而不是包袱 美中不足的是電影沒辦法好好描繪玩琉璃子 安妮還是忍不住幫他塞進太多事件 像是琉璃子與黃蜂改造人的友誼 對於父親的憧憬 以及與電影原創角色 綠穿翼郎的兄妹關係 全都沒有足夠的時間鋪成 即使想從前傳漫畫修卡賽補足 日本上映時漫畫也只連載到第八話 此時漫畫裡的琉璃子甚至都還沒誕生 觀眾只能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 去腦捕在冷漠外表 琉璃子內心複雜的情感 甚至我直到現在都還不明白 漫畫看起來人畜無害的小震態律川一郎 到底是發生什麼衝擊 才會變成電影裡這副惹性 新假面騎士版的逸文字受到很多人喜愛 那句 更是從預告就不斷主打 絕對是本片的代表台詞之一 讓你們看看在原作裡 也是首次登場的逸文字 在變身前說出的台詞 本該是帥氣的惡號初次變身 但因為演員的失誤導致攝影現場漢顏 原定設計師異文字講完讓你們看看後 先拉下拉鍊秀出腰帶 才開始擺出變身動作 但演員卻失誤先擺出動作 然後意識到自己順序錯誤 才趕緊拉下拉鍊 裝沒事繼續把動作做完 如同之前你的影片提到 膠捲貴爆NG不給重拍 直接正片播出 因此某種程度上 提醒了初代異文字的黑歷史 難怪初代異文字演員 看完電影的感覺很複雜 另一個我覺得不錯的安排 是政府之難與機關之難 在觀影途中 觀眾無法分辨他們是正是邪 一路對狐殺惡人組保持戒心 異文字更是一度表示不相信他們 而不願意合作 直到片尾他們分別說出 自己的本名是麗花跟龍 這是一個設計很棒的彩蛋 不只是告訴觀眾 他們分別對應原作 假面騎士的協力者 麗花老爹與龍河野 觀眾除了終於能釐清 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好人立場 更可以直接將這份情感 投射到異文字身上 讓異文字願意相信 政府之難與機關之難一事 顯得自然又有說服力 整部騙我最遺憾的是 常哲雅美飾演的毒蟹強化人 出場看起來是個狠角色 但馬上就被政府塑星 雖然明白這是安野的幽默 但因為先看了前傳漫畫 Shokaside 直接被漫畫裡的毒蟹女圈粉 結果一聽到毒蟹強化人死亡 當下整個心都涼了 所有人都在笑就只有我在哭 大家看看這些漫畫版的毒蟹女 又是校服又是景深衣 又是透明連身裙 還一天到晚勾引未成年小生態 多生殖人心 戲份還多到根本女獨角地位 第一卷單情本的特點 更是毒蟹小姐的原創圖卡 是給粉絲當紀念遺照了吧 如果只是要惡搞 為何不讓毒蟹強化人 跟原作一樣 是個笑容猥瑣大叔就好 雖然附著前傳漫畫劇情 腳本的三田胡瓜受訪時說過 漫畫最終會銜接到電影 但當有讀者發問 電影裡的毒蟹強化人 與漫畫究竟是不是物理上的同一角色 三田胡瓜則回答 目前人是秘密 沒有把話說死 最後要談到新假命幾次 比較多人討論的風格問題 安野秀明是眾所皆知的資深特色名 激勵他創作的正是小時候看特色的感動 他致力於在新假命騎士 復刻他兒時眼中的騎士 當然還是有些東西沒有還原 例如戰鬥員扛著琉璃子的姿勢 如果照著原作的斑法 看起來確實不太雅觀 或是戰鬥員貝雷帽NG掉力上也沒有被復刻 我原本很期待可以看到帽子掉下來的 拿另一個同樣是 假命騎士50周年企劃的Blackstone比較 拍攝風格的抉擇突顯安野秀明 與Blackstone導演白石河迷是兩個完全的極端值 白石河迷在業界同樣相當知名 以拍攝社會寫實題材為主 很多一線演員也都強著想跟他合作 他的童年沒有受到特色薰陶 所以在受訪時曾表示剛接到Blackstone邀約時 一路不知道該怎麼拍 還特別去詢問假命騎士是不是一定要有腰帶 而Blackstone最後的成品 與其說他是一部假命騎士作品 更像是由假命騎士存在的白石河迷作品 白石河迷從未打算還原1987年Black的風格 頂多在部分設定上致敬原作 新假命騎士劇本確實有安野味 但在表現風格上 這絕對不是安野平常的風格 他太想還原他在1971年 在電視上看到的假命騎士 特別是戰鬥場景的分鏡與剪輯 刻意模仿招合風格 甚至為了讓畫面看起來 跟半個世紀前的攝影設備相似 刻意後製製造模糊感 但當時1970年代的假命騎士會這樣剪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經費吃刑 不得已採用大量近景或特寫交叉快速剪輯來通述 這些近景或特寫不但好拍 省去長鏡頭的動作編排以及NG風險 還可以作為簽用塔 重複減進不同級數的戰鬥 雖然鐵定會不聯繫 但至少是當時動硬的經費救星 而提到初代假命騎士 經費極度短缺的經典例子 正是初代第一集 該集蜘蛛怪人幫助流利智 再走到向右奔跑的場景 當時劇組完全無法負擔攝影機畫面 Track right 只好定點架著攝影機 一段一段拍 然後再硬剪成一起 所以畫面才會看起來有違和感 因為類似原因造成畫面不連貫 在初期的騎士影集是很常見的 安野堅持復刻原作風格固然可以理解 但大量近景快剪加上刻意的模糊晃動 並不適合大螢幕觀看 如果跟我一樣動態視覺比較不靈敏的觀眾 感覺就像是一連串的電視雜訊閃過 常常還沒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戰鬥就已經結束了 導致嚴重出戲 大家最常拿出來討論的是 隧道裡跟大量發聲型的機車站 我那時的觀音體驗是黑到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印象很多團黑影快速跳動 然後就突然爆炸被閃瞎 我甚至是在看完電影回去看幕後才知道 原來有2號辦開一隻大量發聲型胸甲的畫面 原本安野構想這場戲會還原漫畫版 一號在雨中被削卡騎士攔截 但拍了幾段後 無論是使用CG或是實拍都難以實現接下來的畫面 最後只好整段移到隧道內 順帶一提仔細上只製作了6號大量發聲型戲服 按於預算的關係 近看可以看得出精細度明顯不如其他皮套 而在製作海報時 因為安野手邊剛好只有大量發聲型頭盔 就直接拿來用了 原本大量發聲型一戰的構想場景相當明亮 刻意換成身手不見無職的隧道 很可能是為了掩蓋特效的不真實 否則前後構想的場景光源不應該差這麼多 其餘場景或多或少也存在特效死後死壞的狀況 有些完美到看不出是特效 例如本鄉的黃蟲手掌 1號面具上的寫字 有些還是存在明顯動畫感 像是琉璃子背上的小蜘蛛群 以及很多東映不敢剪進預告的畫面 特效問題或許是決定 新假面騎士戰鬥光源的主要原因 蜘蛛戰沒使用太多特效 主要戰鬥都是實景拍攝 蝙蝠車沒有戰鬥直接被騎士踢 1號與2號在廢棄工廠的戰鬥 雖然白天光線充足 但大家一定有感受到兩位騎士 展現超人般戰力互毆時有明顯動畫感 非得要大量特效才能完成的 黃蜂與大量發聲型 就被設定在夜晚與暗處 把畫面調暗讓觀眾稍微看不清楚 可以有效掩飾特效不必真的問題 我特別強調是稍微看不清楚 而非完全看不到 因為比起不必真的特效 更糟糕的是讓觀眾以為自己在戲院聽有聲書 我心裡不太願意相信經驗老道的安野 會刻意讓觀眾什麼都看不到 因此我直到現在 仍在懷疑大量發聲型那場戲 到底是真的安野有意為師 把畫面挑戰到跟羨慕一樣 還是因為戲院設備老舊搞殺觀音體驗 新甲命騎士推測成本約20億日幣 相當約1500萬美金的預算 要做出完美特效完全不可能 但正因為是安野秀名 才不免會產生更多期待 如果今天是不擅長特效的三騎貴指導 我可能就不會評論特效了 想到三騎貴正在拍攝 預計2023年年底上映的哥吉拉 就感到有點害怕 論整部電影最喜歡的戰鬥 一號與蜘蛛平卻中選 因為只有這段畫面明亮清晰 特效使用較少 比較沒有不真實的問題 對於兩位穿著皮套上場的演員 這恐怕是整部片最難磨的一場戲 穿著密不透風的皮質戲服 光是看著就覺得很熱 最煎熬的是不透氣的面罩 高溫加上劇烈運動很容易缺氧 需要又躲又跳的蜘蛛皮套演員 更是在長鏡頭的動作戲拍完後 直接攤倒在地 通常皮套打鬥戲 每顆鏡頭的拍攝時間都很短 時間太長即使是專業的替身演員 身體也會撐不住 傳奇皮套演員高艷成二在拍攝 再見的電王劇場版時 就因為拍攝一刻超過一分鐘的 淘汰弱絲鏡頭而昏倒 被稱為高艷缺氧事件 原因歸咎於當天天氣太熱 加上淘汰弱絲的面具相當貼合臉部 導致傳奇皮套演員 此生唯一一次在片場失去意識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劇組隨時備有氧氣瓶 讓喘不過氣的演員吸 連職業皮套演員拍起來都相當吃力 被安野要求親自上陣的鬆弛重量 拍攝時也相當辛苦 除了開拍前因為排練而嚴重受傷之外 還在拍攝過程 臨時被要求與冰本佑 以及深山未來 自行構思最終戰的動作戲 此時三位演員壓力一定超大 現場粗略五六十位工作人員都在等他們 拍攝期間每一分鐘都在燃燒經費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演員的表情痛苦萬分不是沒有原因的 安野特別要求最終戰 一定要是土戲的戰鬥 這是我唯一無法理解的 我以為安野的目標 是要拍出比好萊塢更厲害的打戲 整體來說 新甲面騎士是一部有優點也有缺點的作品 但戰鬥畫面實在是太過瑣碎到肉眼無法消化 這對我而言殺傷力太大了 沒能瑕不掩餘 大量靜景快剪的風格 比較適合在電視大小的小螢幕觀看 等新甲面騎士上串流後 會在小螢幕上再看一次 希望這次能真正享受到這部電影 即使目前個人主觀上沒有這麼喜歡這部電影 但還是對安野秀明 本片演員以及所有劇組工作人員 秉持著很高的敬意 在收集很多幕後資料的同時 都可以很強烈感受到 每一個人都捷徑心力 投入在新甲面騎士當中 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大家覺得電影如何呢? 無論喜不喜歡 都歡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是疲憊柴犬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